好,我們今天繼續談談能源和環保的關係 今天開來見我的嘉賓就是綠色力量的總監 牧琪博士 你好 許禎其實也是我們的能源專家 不是啊,我很皮毛,不要弄我 不過我上一次有機會跟鄭博士談的時候 都說一些挺原始的能源 有多原始? 米田共能源 哦,邊邊能源 是的,邊邊能源 有印象就是我那次去印度加爾角達做義工 通街看到別人是一大塊板曬一卷卷的米田共 現在還有不少地方是在用這些 但那邊是生口的,不是人類的 還是你覺得… 我憑氣味我沒辦法認得到 應該生口多的 生口清新很多的 我們新界人經常都說 叫你回鄉撿牛屎 你別人撿牛屎,別人 其實那些,尤其是耕農,那些的耕牛 他們那些便宜,他們主要都是食草 食草 其實不是很… 漂亮很多的 是的 而且也挺好燒的 曬乾了也挺好燒的 是嗎? 千維多就比較耐燒 那他們說的能量多 哦 那這個是一個先決條件 因為我們其實只是拿一個能量而已 無論你是提供熱力 或者有其他的用途來說 是需要那個能量 而跟這個化石燃料一樣 就是那個碳的含量 那所以譬如以牛的糞便來說 因為食草 那它未必全部消化了 那它剩下很多的纖維 那纖維主要的成分有很多碳 那所以它燒得著 一曬乾了它就燒得著 我借問問兩位博士 那這些是否算是生化燃料的 都算是生物燃料 生物質燃料 生物質燃料 Bio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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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它的名字好像很荒機 那也真的很荒機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博士 我們經常說生物質 或者叫生物燃料 是 譬如之前很大爭議 很多發達國家 包括美國 因為他們那些是叫粗房式農業的 我們站在綠色經濟的角度 未必太贊成你的粗房式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種就是因為太粗房了 那些東西太便宜了 或者機械化了 有很多其實它是用 甚至沒有用飼料 甚至我們覺得 人是可以吃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 尤其西北是吃粟米的 那粟米變成燃料 當然它要提煉過 變成液態 有人就說 其實這樣也不是很環保的 即是你用一些糧食 或者飼料 去變成糧原 對 博士你怎麼看呢 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 那個現實 就是說我們地球上 可以耕作的農地 是越來越少 那個質素越來越差 那我們用很多其他 譬如肥料 或者其他技術 去補足 去慢慢退化 那個功能 那我們能夠耕作 出作物 譬如熟米 其他吃得的東西 都這麼緊拙的時候 我們還拿來做燃料 將食物變成燃料 而那些燃料來講 是吃不飽人的 其實會是一種另外一個 譬如在食物危機那邊 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間接將一些農地 本來可以種食物的不種 就間接推高了食物的價格 或者好像許禎這麼說 明明種的東西 我可以拿來吃的 是的 誰知道我燒了它 所以 譬如你說現在很多 你說粟米也好 粟醇也好 其實 我想是博士剛才說的 很多那個能量轉換 可能在經濟上 你用美金或者人民幣來計 在經濟上可能是 值得這樣計算 算政府補貼 通常一定是適合的 是的 但如果你計算整個地球 這個地球是大家擁有的 它不可以用錢去計算 整件事去計算 可能就極不化算 是的 那我們說拿來燒 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最常記得就是燒柴 沒錯 我也很記得 許禎經常都問的 燒柴好像不是很乾淨的 對吧 就是整體的概念 因為燒出來的那些 那個能量轉換 那個碳轉換 其實不是很高 環保 也請教一下博士 博士 怎麼看呢 現在來說 在世界上來說 我們很奇怪的 我們將這件事 燒柴 或者燒牛豉 或者燒稻草 這些 都歸納在 我們稱為可載生能源 即英文的 renewable energy 那個原因就是說 那些柴燒完之後 我可以上山再斬 因為樹會一直生長 是的 那第一 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說 樹是否可以再生長呢 因為很多時候 你收這些柴 是收得很盡 就是說整棵都斬了 而整棵都斬了 即是連鞭白起 入骨 不理會這條根 不過你斬了的時候 爛腰起碼 或者近腳 近腳撿 於是它根本不可能 再生出來 沒錯 平時我們看到 有些 比如外國的那些山坡 是全部一個個的樹頭 是的 就是整個山頭 其實是 很大機會樹頭不是生不回來 其實也很不環保 沒錯 因為它這麼辛苦 生出來 可能生了很多年 就被你剃掉 接著它又生不回來 沒錯 而且當然也會有其他生物 可能以此為居 所以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 你燒柴的時候 是燒得不漂亮的 有很多煙 那些就是污染物 造成室內空氣污染 這個其實是落後的國家 或者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面對很大的健康問題 就是因為用了這些 我們稱為生物質的 燃燃能力 它名字很漂亮 但其實是很污染的一種燃料 令到市民的身體健康 是很大的問題 我抓住你剛才的 可再生的概念 再問多你一點 那怎麼理解可再生呢 因為以為可再生 但原來那棵樹被你剁掉 就不能夠再生 那可能也是太籠統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說 那樣的可再生能源 是包括它怎樣剁掉棵樹 是不是也要有所斟酌呢 是的 理論上 可再生能源的意思 就是說 那個能源被你消耗之後 在大自然那裡 是能夠再 我們稱為regenerate 就是說它可以再生產過 以樹的例子來說 就是說 我斬了你今天這個樹枝 其實你夏年多生一條出來 又或者是取枝不揭 即是樹枝 你的意思是斬了一隻 譬如一隻手 它就會再生出來 你斬它的腰 它就可能不能生 所以斬這裡就反而還有可再生 是不是這麼理解 所以就是你收取的方法 其實很細緻 就不能夠隨便斬 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 是呀 你隨便斬就變成 本來可再生 就變成不再生 不再生 所以我們要小心去看這件事 例如水力發電也是 水力發電 每個人都說是可再生的 水力發電還不是可再生 但是你要記住 很多的大河流理 其實來說 它的源頭是冰川 在這些冰川來說 夏天會流水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的氣候變化 是這麼劇烈的時候 有一天山上沒有冰的話 那就是說河沒有水 那沒有水 你會怎樣水力發電呢 所以我們說水力發電是可再生 我們都有一些先決條件 就是說 你如果上游是一塊冰 供應你的水的話 那塊冰是不能消失的 那才叫做可再生 明白 我聽得明白博士所說的 就是說原來我們的地球 它也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就好像說過人 你究竟體重多少 你的身高多少 你的體溫多少 你要那些東西是均衡 還有那個行 不是平衡的行 都是一個行定的行 你保持那個狀態 行久的行 你才有可能再生 要不然地球 它整個能量都不可再生 那它散發出來 你說熱能也好 各個方面 固然就很難保持下去 沒錯 那如果我們說 可再生能源在香港 是 剛才說一些發展中國家 那主要我們在香港 你覺得真是可以用來做能源的 就是RE renewable energy 有哪幾類的 我相信牛分就蠻點 蠻點 牛分就蠻點 有什麼 主要是太陽能 太陽能發電 現在譬如兩家電力公司 它們都有做上網電價 上網電價的東西 另外就早幾年來講 都嘗試大力推動的 就是一些風能 在離岸的風場發電 所以这两样就 但是在香港来说 因为地方比较小 那我们能要求的比例 不能太高 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都需要 看香港技术更加去发展 令到能量的转发更加有效 其实很多香港人 就说香港打风劲 有台风 所以就觉得 风力发电 很好的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台风法 是理计一点的 因为一到八号风球 其实那个 他们要锁机 是的 他们要锁机 意思是说 他不能再接上去 所以最大风 你反而用不了他 反而用不了 因为为了安全 其实要锁死他 会坏的 如果这么大风 就能阻止他 是吗 所以我们回来 还要再找一下 赤木齐博士 和许晉博士你困一下 看看我们怎么可以 会不会太阳能 会晒坏的 或者更加有效地去提升 我们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在说香港要想一下 所谓的能源组合 那能源组合 现在是比较倾向污染的 发电源要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些 不同的方法 香港人当然觉得很欲赤 要么是用天然气 事实上用天然气 真的不是烧得很多 在烧的过程 其实很多天不见了 变了别的东西 但是变了买回来的东西 就烧得很贵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不跟上 这个世界的大潮流 就是要用这个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 其实现在已经是 很努力地搞定了 那天就找绿色力量重监 就是沐奇博士 就说说 其实我们在香港 如果要想可再生能源 有哪几样东西要思考呢 是不是刚才第一样 就是说量不够 也是一个大的题目 因为可再生能源 有一个比较共通的特征 就是说能源的密度不够 因为水力快电 已经是密度比较高一点 你去到太阳能、风能来说 密度是不够的 什么叫能源密度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要 譬如说我们要 好像火水那样 烧火水得到 譬如烧一公升的火水 得到能源 其实我们要用 多大面积的太阳能 吸收板 我们要用很大面积 随时可能要一个足球场 面积相当于少 或者从它的质量 质量就是那个Mask 或者它所占的面积 各个方面来说 其实它的效益 或者比例是相对低一点 就是可再生能源 是的 没错 因为太阳的光照下来来说 它不能够太强 太强我们就没命了 对不对 但是以这样的强度来说 我们在我们的地球里面 只能够利用时间来捕捉 就是用时间来将它浓缩 那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石油和煤 所以石油和煤 这些是一个浓缩 即是储了太阳能的一种能源 不过很可惜它是用碳的形式来储存 所以就很污染 就是它本身其实我们物理学上 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介质的 其实所谓的石化能源 你无论是煤炭固之类的 石油等等 其实天然气也是的 其实它本身不是那个能量的来源 只不过可能它透过植物的尸体 动物的尸体 很多东西的遗传物 就将这个能量浓缩了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的水力 或者太阳能量 这种东西是怎么说 都很难追及的 很难追得到的 所以我们 这意思就是很稀 没错 很稀 就是说我们要很大的太阳能 发电板填 没错 才可以产生到 可能某个程度的电 但是你可能烧某些燃料 其实它已经可以做到这么大块田 那一刻 没错 没错 这意思 香港不是很窄 香港就是所有问题 都是土地问题 还有我们是一个很没时间的城市 对 香港就 对 时间和土地都不够 其实香港真的很难搞 新能源 如果你这么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 比如我们借镜在欧洲的情况 因为欧洲基本上 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有城市 有乡郊 但你真的想说欧洲人 时间又松动一点 当然 又自由一点 然后地方又大一点 住得又没那么厉害一点 欧洲一向夏天都不需要冷气的 那就是啊 所以它的能源需求 是跟我们不同的 即是威诚先生 我是意大利人 是吗 我叹一杯卡帕露的时间 足够我吸收太阳 就是弄这杯咖啡 相对容易一点 是的 那像博士说 香港这方面都有这么多的局限 但是我们做人都要积极一点 这是我们的方向 那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在环保 或者在我们整个能源改善 那个进程里面来说 那个可折生能源 我们一定要推的 但是我们的方向就是说 增加那个比例 改善那个效益 是 那太阳能来说 除了我们自己私人 可以安装一些太阳能板 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些 某部分 不相及我们生态系统 或者那个伤害小一点 例如水塘 这些人为的一些设施来说 我们其实现在政府 也有一些相应的 我们叫做可折生能源的设施 在做一些 我们叫Pilot Scheme 做一些试验的 是 那另外就 就是跟水力发电有关 不是水力发电 它是在水塘的表面 放太阳能板 哦 就是飘浮就可以了 这里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天气越热 或者湿度越低的时候 理论上可以减少一些蒸发 就是做一些水可以用 第二个好处就是 刚好就是你天热和天干 那你那个太阳的能量 就尽为我说 那博士 这种东西听下去就很着手 我水又可以少蒸发一些 我热力又可以吸收多一些 但是实际 你说这个做这个叫先导计划 叫先锋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都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也有些东西我们要突破的呢 暂时看多一些 以看到的面积来说 那个电量都可观的 就是比如说 你用一个经济规模来说 都说得过的 是 但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够 把所有水塘都铺在这些板 是 因为会很影响水质的 因为水塘是需要阳光 做杀菌 有一个淨化 对 维持里面固有的生态 帮我们去淨化水 是 所以不能够整个水塘铺在它 所以这是一个限制 第二个限制就是 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年四季都那么好 是 这个就不关水不水塘铺 其实我们虽然是一个 我们叫做日照比较长的地方 我们亚热带 但是其实我们的云量都不少 是的 那就是变成了我们能够 发电的日子来说 七锤八扣来说 都不是说太多 嗯 那就影响 如果我们退用可载生能源 去到某一个百分比 其实在香港这个地方 稳定性就要考虑了 就是现在占的不多 所以就可以当是一个 辅助式的 令我们整体的能源组合 产生出来的碳排放 我想最主要就是 没有那么污染 但是如果我们要 想办法多用很多 刚才你说的几个大问题 够不够地方 够不够时间 但是如果你刚刚说 其实有机会不稳定 如果是这样说 在香港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 也是另外一个 可载生能源 我们要克服的问题 无论是太阳 风能 甚至是水力发电来说 就是你风不是 常常吹风 日头就会有夜晚的 这方面 河可能会晒的 会有这些风险在 那变成我们就说 现在普遍用一个 那个稳定的形式 就是用一些 速电池 傻了 那由速电池 去供应出来的时候 相对会稳定 就是不会说 在太阳楼板 直接供应到你的电视机上 那就是说 你日后就有电视看 晚上就没有电视看 那这个就不是 我们的生活模式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刚才黄先生所说的 就是用一个 附座的形式 主要都是用回传统的发电 天然气 或者是烧煤 那就是用这个 可载生能源来说 做一个附座 那现在大概 那个情况 都会是这样 除非在一些小社区 小社区就可以 全部依赖这个可载生能源 因为它自己 可以有个人的选择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小社区甚至乎有机会是 绝大部分用可载生能源 用光都可以 就是自吸自足 没错 你用光都可以 因为你有一个 个人的选择在这里 小社区 但是我们一个大城市来说 还要香港 我想没电也挺大的 还有晚上 博士华真是 如果晚上没电 就看不到开里结果 还有有经常上网看 各样东西 我们常常都要充电 充电的那个 那个欲望 那个普遍性是很强的 很害怕没电 但省电一点 可以吗 省一点 可以吗 好像Wincent的时候 虚晶你省一点 你跟我说多一点 省电 我们差一点的节目 叫省迷见过了 省一点 是不是也是一个思路呢 这个不只是一个思路 这个应该是发展的方向 基本习惯 没错 因为你也知道 用什么的能源都好 其实都是在消耗 在消耗地球的能源 是 甚至是所谓我们的 编号 太阳能板 它不是一个空气 不是一种 是一个实物 实物就需要资源 是 风力发电也是 它的风车是需要资源 做出来的 有个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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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多多少少都是耗熔了资源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污染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 因为编号 所以我们可以大事 很浪费地去用电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不能够持续的 所以我们大方向仍然是个人行为要省电 科技上面要增加能源效益 以及增加一些我们用电的方法 就是令到那个用电量减低 以及我们一定要看回城市 因为现在有一半 超一半人可以住在城市里面 是 究竟城市的发电 或者那个能源 以及城市人的生活 我们怎样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会不会香港又真的临时难一点 香港是不单单是一个大城市 你想想我们的股票市场 经常说大上大落 试试停一停电很大件事 是 9月开始马桂又再开罗 你试试那些马桂一停一停电 又很麻烦 都不要说这些 这些只是说赚钱 医院停电那怎么办 是 是吧 就是医院停一停电就很麻烦 或者学校 尤其是大学 是 基本上都是一个用电的 但是你反过来 我们一个这么密集的城市 其实就算用太阳梁也很难 因为我们多地方一枝枝很高的楼 其实跟很多那些外国那些比较平面发展的城市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都无可避免地 都要靠renewable energy 就是可再生能源作为一个后备 短期这个是一个无可避免的 没有办法令到没有电厂 但是长远我们一定要需要 是朝着可再生能源的方向去发展 增加能源效益 还有改变我们自己的用能源行为 电厂有没有什么角色呢 电厂就是改善能源效益 还有就是怎样鼓励市民可以省电 他们去主动鼓励 他们本身的能源效益要提升 没错了 可以用demand sign management去做这件事 令到市民省电 就是比如智能电标那些 比如看到真的用多少电那些 因为我经常觉得香港人喜欢打机的 如果你看着你用多少电 很有满足感 我是的 比如我自从我拿着电费单和去年比 我同期我比去年好 我真的觉得自己赢了yes 所以也好 不只是为了自己交电费交少一点 这个问题 还是对地球好一点